7. 飲食男女,不完美的完美 2015年7月24日Gumat Shobat 082、083看Do feed me diamond 玻璃杯子的第一眼,把握在手中好一段時間 不捨放下,流胸的白在頂端抹上一筆藍 將清空與白雲,透徹乾淨,拿上手時的厚實質感 不規模的線條,或不如大型生產的杯子般工整,卻少了倒模的沉患 多了一分驚喜,imperfect is perfect,不完美的線條 或許就是玻璃最完美的表現,物理學想解釋玻璃的生成 其實毫不浪漫,它使用白砂、石灰石、碳酸納、碳酸甲等混合起來的物質 用高溫熱用,冷卻定型變成堅硬之物 但對二十出頭的香港女生劈 而言,看似冰冷有脆弱的玻璃 可掃性很高,它迷戀想為玻璃掃成不同形態 在它手中一時是透脫的花瓶,一時是糖果色的杯子 一時又拼製成繽紛的杯墊 還能做女生最愛的飾品,與玻璃相遇的故事 此於Pack修讀浸大視角藝術者課 主修玻璃工藝的他 某次將親手做的玻璃杯送給兼職工作的同事 在同事鼓勵下,動了創作自家品牌的念頭 Pack以一首歌《Feed Me Diamond》為品牌名名 一年前起在網絡售賣玻璃作品 又放在《P.M.Q.》的寄語 《Athos》寄賣 玻璃增經是一種傳統手工藝品 只是後來慢慢被大型生產所取代 我希望繼續傳承這種傳統手工藝 讓大家知道香港其實也有手做玻璃品生產 Pack雪,然而一件玻璃製品的產生 考驗的材料體力與技巧 還有意志,吹製一個普通的杯子 一小時時時等限 在四十攝氏度高溫的工作間 因面對柴五百度爐火 就如滋身火爐 加上吹製中的作品 重量是完成品的一倍以上 曾有同學在吹製時 因體力不知而運到你 就算身體支持得住 還要面對殘酷的現實 香港對於手做玻璃藝術品的支援很少 能製作玻璃的工作室屈指可數 製作手做玻璃器皿的成本很高 像浸大的工作室 只是開爐吹製玻璃 一星期以需萬多元電費 所以坊間多件的試用 P-銷手做玻璃食物 不需要開火爐吹製 能省成本 眼前者穩活潑愛笑的氣質女孩 面對香港對玻璃創作的發展前景 難免有點洩氣 偶然在他的作品中多少透露了心 像紅色玻璃以環構好甚片上寫 寫呼喻兩火紅豆 為何想單挑這瘀酒 投名中甚喘沾其迷別針 而寫呼喻在這慾望的都時 你是我最後的信仰 為了這個美夢 我們付出柴 N 家的紙片趁他 理想與現實之間如何平衡 從來不容易 但PG 堅持下去 前陣子他的作品得到台北師大的小店 鞋在青萊 把作品放在店中售賣 還備邀請到該店舉行玻璃製作的分享講座 在台灣網購店Pinkway也有專屬頁面發售作品 說到底 台灣人還是比我們愛手作 A Few Favorites Feed Me Diamond Facebook HTTPS 車線車線www.facebook.com 車線FeedMe Diamond 有興趣購買 可於facebook留言 或於以下寄賣點 寄予PMQ Athos 建議地城 百指工作室 深水 TGT 旺角 及排在 台北師大 選購 Po FeedMe Diamond Po FeedMe Diamond Po C Po FeedMe Diamond Po FeedMe Diamond